大家好,我是Den 从几个礼拜前开始 就有很多观众们发私信给我了 一位网友与索西内的IG聊天内容中 非常傻眼的部分 希望我能整理给其他华语圈的观众们看 但是因为当时韩国饭圈还没有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关注了这边的情况 而在8月29号 这个内容登上了攀论坛的热色 30后也被很多网友们关注转发 所以今天就想给大家整理一下 韩国这边的反应 在网友跟索西内很长的聊天内容中 让海外韩国网友们非常傻眼的部分是这一段 谢谢你回复我 首先我想要代替我们的粉丝向您道歉 据我所知 苏金的生命文里有写到 他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话 但是你却说他在背后说你坏话 让你在学校里变成被排挤的人 一,为什么你之前在节目中提到是 学校的前辈霸凌你了呢 二,苏金说这个散播谣言讲别人坏话的群 他当时已经不在那个群里面了 而你却说你是那个时候被他们霸凌的 这个部分可能是网友打错了 不是苏金,是苏金的朋友这么说的 说实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的故事很奇怪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最终解释跟结论 而同时你也删掉你的贴文 还回复其他网友的留言 然后留言内容看起来 尿像真的在利用他一样 一,当时学校的那个群 有前辈,朋友们,甚至学弟妹们都有 当时在访谈的时候 我只是提到了前辈 我不确定他当时是不是已经被群排挤了 这只有当时还在那个群的人才能知道 我不知道海外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理由利用他来蹭热度 因为我本来在韩国就已经有知名度了 你也知道,在演艺圈形象是很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冒险利用他呢? 为了有点混乱的观众们整理一下的话 第一,最初爆料被霸凌的姐姐说过 一年级的时候 苏金跟苏金的伙伴们一起欺负了自己的妹妹 而苏金为了管理形象 二年级开始就安静地度过了学生时期 第二,一位实名认证的苏金的朋友说过 一年级的时候不太清楚 但是从二年级开始 苏金与园们在一起的那个群片的疏远 开始每天都跟自己在一起 跟苏金与园并没有焦点 最初爆料者跟朋友都说了 二年级开始苏金就不在那个群 但是苏金与说过 自己从转学来到这个学校的二年级开始 就收到苏金与那个群单方面的语言霸凌 然后苏金与园在聊天也对网友说了 我不确定他当时是不是已经被群排挤了 这只有当时还在那个群里的人才能知道 因为很多网友们都认为 苏金与园的立场文是导致苏金退团的导火线 所以苏金与园的这个聊天内容被曝光后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非常傻眼 这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人设 怎么能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那个群被排挤了呢 在立场文明明说是苏金与那个群的伙伴们 现在却说不知道 最好笑的就是 IG爆料的那位跟苏金与园的话不一致 所以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一定是在撒谎 退团不代表了就是承认了霸凌 目前这个官司正在进行中 所以希望在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都能保持中立 如果真的都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话 就太冤枉了吧 为什么不宣布停止活动而是退团呢 应该就是Cube情况不好吧 姚家艾指的销售量占比率很大 突然断掉了 所以想要赶紧让他们回归 却又不能无视舆论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就算是两个人当中有人在撒谎 有霸凌其中一个人不是事实吗 现在才提出这种疑惑有用吗 不要再洗了 已经退团了 其实不是现在才提出 一开始就有粉丝们提出了很多疑惑 但是大家也知道 只要一质疑就会被说是二次加害什么的 根本就 我觉得苏金现在已经退团了 粉丝们还这样的理由 就是为了想要讨回一个公道 有做错的事情应该要接受惩罚 但是如果有被误会的事情 也应该要澄清的 所以对于曹西内的聊天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影片今天到这里 我们会见到 我们会见到 影片会将来 Bye Bye 我们会见到 影片会将来 会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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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见到 影片会将来 刘先结束 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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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